飯店門口大排長龍 大家不怕陽光曬 也要等人潮多到 就像百貨公司週年期 還得分批放人進入 而踏進飯店走上二樓 這些人不是掏客 而是來搶便宜 看中醫的就直接拿在手上 對著家店餐具 東挑西選 就是要找到最喜歡的商品 飯店員工幫忙引導登記 花蓮老字號的東序關海酒店 因為建築耐震度差而吹席燈號 十一號舉辦清倉大拍賣 有人早早看上喜歡的 向業者預訂 也有不少人帶著回憶 來這裡挑選適合的產品 老員工來湊一咖 還有同行來挑消耗品 不管是床單備套 餐具家電 簡慶裝飾 高單價健身器材 或是想留個紀念 賣雙袖有飯店logo的拖鞋 通通都是破盤價出售 更有特別的精品品牌 限量款大玩偶 幾乎是打六折出售 歇業後跳樓大拍賣 再撤離前用這樣的方式 回饋多年來支持他們的鄉親 華視新聞張一鈞 黃瑞琳 沈麗蓉 華聯報導